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陛下 天蓝果然胆大 想自己逃 陛下 小姐事 后院的人都已经被撂走了 别惊动了前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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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明 方建明 你竟然没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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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皇子在世百姓 我带阿絮和淑蓉妃回宫的路上 我突然就想 如果你早出现 在我最美好年华的时候出现的话 该有多好 我记得 我刚到季风馆的第三年 在你书房里看了一本书 那本书上写了小千世界 中千世界 大千世界 书里面说呀 人生广阔 过去未来有许许多多的重叠和交换 也许那时候我们没有遇见 但在别处 我可能生得大了几岁 生在别人家 我们那时候已经遇见了 对不起 我没有早点认识你 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完成 我有擅作主张 你会死吗 也许会 也许不会 但也许只是睡一会儿就好了 还是 我有点儿累 叫 我想睡一会儿 睡落中族 在外选族 既在叫醒我 不要让我睡太久 我一会儿便叫醒你 天响十六年八月新毛 大征顺武帝崩世 顺武皇帝身后 改缘景衡 其长子为允 尊奉武功纯荣妃 约王太后 同年十二月务须 葬顺武皇帝于毗陵 有私奏上尊妙曰 大征高粗 儿臣这会儿 就要去求见老师 母后不也很喜欢 听老师讲课吗 跟儿臣一起去吧 帝师的身体一向不好 你自己去求学也就罢了 还要带着我这个学生 不怕帝师辛苦吗 老师的身体儿臣一向都很注意 也嘱咐了御医每日去请平安麦 她的身体已经比前几年好了许多 母后就跟我一起去吧 老师看到母后也会很高兴的 好 母后便依依你 为你踏平的路 拥顶在我的背后 我成声动的醒悟 我成功能不能再加上 我永远都会在我的背后 我永远都会很久 我永远都会很有快 我永远都会 Poo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